以前,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多指症这个疾病。 之前的世界记录,掌握在印度一位男性手中,他一生下来就拥有26根指头。 但是由于意外,后来断了一根手指。 于是现在他一共拥有25根指头。 印度多指症。 2016年,这项记录被他的一位印度同胞打破了。 那位老兄拥有28根。 而现在,这项记录又被中国人打破了。 湖南省平江县,南江镇中平村,一名三月大的男婴,一生出来就长了31个手指、脚趾头。 中国患病婴儿,他的两只手都有两个手掌。 但是都没有大拇指。 小编对这个婴儿的遭遇,又吃惊又同情。 这么罕见的疾病,怎么就落在了这个孩子身上呢? 直到看到了他妈妈的照片。 患者母亲。 这位母亲每只手上长住六根手指。 小编现在感觉又震惊。 又不震惊。 不知大家是什么感受。